不是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呀 这帮人还没看到 梁红玉的演出呢 怎么就敢随便给这些抠帽子 就随便抓人了呢 可问题他们就真那么做了 好 警察局这帮兔崽子 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这次诸葛先生调动了所有的资金 全部花在这部新戏上了 梁红玉如果不能如期演出的话 诸葛先生的付出 全部复之东流 对了 刚才你说什么那个 一个报社的记者张晓松 他那是怎么回事来的 他是一个小报社的记者 上次敲诈我们没有得逞 就怀恨在心啊 跑去警察局去举报我们 给我们信息泼脏水呀 你敢确定就一定是他吗 一定是他 好 别着急 这小子我绝对饶不了他 就吧 罗水 跟我说心里话 真的特想演这戏吗 想 呢 起 是他的狮子眼 蜜小月 在 过来 马上传我的命令 叫老秦去警察局 把诸葛先生给我接出来 你呢 从明天开始 带一个班的兄弟 在碎落水的细园子里边 给我守着 我们去细园子干什么 别让坏人来捣乱呀 让他们他的狮子演戏呀 有这个必要吗 齐旅长 你就不怕有人借题发挥 说你为了这个女人 说了半天你没明白呀 我就是想让全桂林的人都知道 谁敢动我的女人 我跟她不客气 去办事去吧 好 齐小月 谢谢你啊 苏落水 我真羡慕你 齐旅长对你那么好 那么在意你 你千万不要负她 行了 我有点累了 扶我进屋去吧 小月 赶紧去办事啊 我累了 我得歇会儿 本忠 谢谢你啊 说什么呢 你是我棋本中的女人 你想做什么 怎么着 我都会全力支持你的 我就是把命活出去 我也得让你做成了 到时候这些啊 我们一定要全力排好 好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诸葛先生 好像是张主任 张主任 是啊 心系上演 恭喜恭喜啊 难得省政府这么看得起我们 真是承受不起啊 诸葛先生 听说苏落水的规矩 梁洪玉 借骨俯金 这对政府那是稍事公平啊 不少人看了之后 都提出了抗议 那是他们 只看到了胳膊 就想到了胸脯 是他们想太多了 诸葛先生 其实啊 这中国的老爷们 还是有很多的好老爷的 张主任说得对啊 所以这些好老爷 就更不应该多心了 不过 这梁洪玉的嘴 似乎火辣了一点 不知先生 能否稍意其辞 可以进言 一字不甘 一字不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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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这个 这金洪玉的第二色国小 这兵马一来啊 就失控破股 你说这是惨谎回事了这是 是啊 你看现在我们 一也穿不暖 这饭也吃不饱 辛辛苦苦给国家 交了许多事 让国家养病 到了危急催亡的时候 这些兵他们又做些沉默了呢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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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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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阿姨可不达 乃密牡蛎 体负从军 看天色不燥 天色不燥 看哪里来生哪些 我不免厮杀也认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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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好 我是记者 请问您对这个戏 有什么看法 唱得倒是挺热闹 但这不是贵句 孙老板 外头有位姓妻的先生 捧着鲜花在等着你 行 我知道了 马上出去 好 来 你怎么来了 我 我得来啊 我得来祝贺你 梁洪玉 演出成功啊 怎么了 来 谢谢 特累吧 我就说嘛 要太累就不用再演了 容易吗 谢谢 谢谢 你能来看我 我就很安慰你 回家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年长的一位 我最爱的 我得来 你看你 我得来 你 你 我得来 感谢观看